这里就是一种全然的改变 但是我们仍然在这个世俗的社会生活 所以我们就要常常面对这种挣扎跟痛苦 知道吗 我们一定会面对这种挣扎跟痛苦 可能理智上我们知道应该 这个我没有得到也没关系 可是我们心里面总是希望得到 对吧 那我今天跟我一个学生 他要选代表 他就说我说你有可能吗 他说我也不知道 他说交给上帝 我说对就交给上帝 然后他就说老师为我代祷 我说我会代祷上帝愿你的旨意成就 但是不会祷告说让你当选 说不定你当选你就整周拍撩撩 因为一当选之后就要面对另外一个误会的选举 就是代表会主席 代表会主席的选举 代表会主席这边那边 说不定就开始进入了黑暗的世界 所以我说到底 到底出来选的人一定都希望选上 可是上帝有他的旨意 那就我们就照着上帝的旨意就好了 所以因此一个信耶稣的人真正在基督里 他就不会过度于执着 也不会非什么不可 反正上帝啊 你就照你的意思 我应该走路 这样就好了 因为上帝比我们聪明 你以为对你好的 上帝不一定认为好 那上帝给你的一定是最好的 所以我们就全然接受 这样就好了 也不会像佛教讲的那么可怜 得者我信 不得我命 好像有点酸 得到是我的欢意 不得到是我的命啊 命苦啊 但是对我们来讲 没有所谓的信或命的问题 反正上帝的旨意如何 他成就在我们身上 一定是最好的 好 那么第十八节就也是告诉我们说 救恩只是出于上帝 人从出生到死亡的一切 人生命的转化都出于上帝 所以十八节说 一切都是出于上帝 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 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 所以我们要明白 从我们出生到死亡 这一切都在上帝的手中 因此我们每一个人 都应该珍惜我们的生命 像我们这个人能够活下来 难道不是一个奇迹吗 人如何可能在那边浪费自己的生命呢 人如何可能又在那边浪费光阴 虚度光阴呢 每天在那边无所事事 这是不可能的 不可以的 因为上帝不会无缘无故 让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 所以我在九月的时候 跟在中台神学院 他们有做了对他们的 他们全部的全校师生 有那个开学前的退休会 我做了六场的讲道 对他们做了六场的讲道 你们可以上那个中台神学院的网站 进去听 然后呢我就告诉他们 上帝在每一个时代 都兴起不同的仆人 在那个时代 然后他们善尽他们的本分 上帝不会平白无故来呼召一个人 就好像这个杯子的设计者 跟他的创作者 不会无缘无故来设计这样一个杯子 一定是有目的的 目的不是只能用 还要看起来美 让他具有更高的价值 一样的道理 人做一样东西是没有生命的 他都代表着他的意志 他的主体性 他的审美的概念来做 要做到尽善尽美 何况上帝造他的形象跟样式来造我们 那为什么我们的爸爸 跟我们妈妈会认识 结了婚 而且把我们生下 而且那当时的时代 一世一败过 看过猪走路 没吃过猪肉 现在的孩子是吃过猪肉 没看过猪走路 在那种困难的时代 我们的妈妈竟然没有把我们拿掉 这不是一件很值得什么 很值得我们兴奋的事吗 我们还活着 像我的妈妈 她有14个兄弟姐妹 她排行老13 她有一个哥哥跟一个姐姐 都是出生没多久就夭折 而我妈妈竟然没有夭折 而且平安长大 好死不死认识我老爸 然后就把我生下来 有没有 对不对 所以每一个生命都是那么的独特 我也告诉我的儿子说 如果我没有遇到你妈妈 如果我跟别人结婚 没有跟你妈妈结婚 如果你妈妈跟他 以前的男朋友结婚 没有跟我结婚 那就没有你了 所以你要知道 上帝为了让你出生 让爸爸跟妈妈认识 上帝用心良苦 对不对 是不是 用心良苦 所以每一个人的生命 都是上帝 用心良苦的杰作 意思是说 一切都是出于上帝 没有一切 没有一点点 可以出于我们自己 好 所以整个 从出生到死 出于上帝 生命的转化 出于上帝 那因此呢 他让我们 借着基督 使我们跟他和好 就是和好 就是一种恢复 一种重建 上帝在基督里 使人跟他的关系 重建了 于是呢 人就领受一个职份 就是劝话 吸引别人 来归向主 跟上帝和好 这种重建啊 就像一个 断掉的绳子 又重新接上 一个 一朵花 从那个 他的枝子上面 剪下来 又重新接上去 这种重建 所以我们跟上帝的 关系恢复了 那我们就说 跟上帝的关系 断绝 就是死人 那跟上帝的关系 恢复就是 活人 所以我们 因着罪 我们死了 可是因着基督 我们活了 而基督 是永远活着 所以我们也能够 永远活着 这个就是永生 我们跟基督的关系 要 既然已经接上了 拜托 拜托 就不要让它再断掉 既然好不容易接上了 就要尽我们所有的 生命的一切 去 去 保障 不让任何一样东西 可以呢 使我们跟主的爱 怎么样 隔绝 没有什么东西 可以使我们跟他的爱 隔绝 是什么 痛苦吗 是生病吗 是贫穷吗 是患难吗 是这些吗 都不是没有一样东西 可以使我跟上帝的爱隔绝 这个隔绝就是死亡 既然活 我就要永远的活 再怎么痛苦 也要活 再怎么样的痛苦 再怎么样的辛苦 再怎么样的患难中 我的信仰是不动摇的 所以我们得到这样的职份 就是劝别人来归向基督 与上帝和好 第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 这就是神在基督里 叫世人与自己和好 不将他们的过犯 归到他们身上 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 托付了我们 所以这就是上帝神圣的旨意 所以不要忘了 我们为什么保罗说 我不传福音就有祸了 因为传福音 把这个好消息 向人传报 这是神圣的旨意 这是上帝神圣的旨意 然后呢 就是借着基督 使世人与他和好 和好的意思就是 不必再承担他们的罪 所带来的刑罚 借着基督 就是因着基督的十字架 使人的罪 在基督里得到赦免 由基督来承担人所有的罪 人没有办法 为自己的得救做什么 只需要把福音传出去 向人宣布好消息 就可以了 所以什么叫做福音 福音就是好消息啊 所以没有多久 我们就有圣诞节到了 对不对 圣诞节到了 我们都会祝人什么 圣诞快乐 你为什么要祝人圣诞快乐 有什么好快乐的 懂吗 耶稣生日 你应该祝耶稣生日快乐 耶稣生日 你没代没日 祝别人圣诞快乐 要死哦 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 还有那些没有信耶稣的人 台湾有95%是没有信耶稣的人 他们也写卡片 或者电子卡片 祝人家圣诞快乐 或者是耶诞快乐 他们用耶诞 我们要用圣诞 知道吗 然后呢 然后呢 那个主播也在 今天是耶诞节 祝大家耶诞快乐 为什么耶诞节 你就要祝人家耶诞快乐 妈祖生日 你要不要祝人家 祝你们妈诞快乐 土地公生日 祝你们土诞快乐 没有啊 奇怪 为什么都要祝人家耶诞快乐 耶诞生日 你快乐个屁 可不可以这样讲 对不对 所以我告诉各位哦 圣诞快乐是有深度含义的哦 圣诞快乐只能由基督徒 对 不是基督徒的人讲 祝你 圣诞快乐 为什么 这是有原因的 我因着耶稣基督的诞生 死亡 我的生命得以更新 我成为新造的人 我得救了 所以我祝你也因着耶稣基督的诞生 祂也诞生在你的生命里 你也因此罪得赦免而得救 当然 因罪得赦免而得救 就有平安喜乐 我祝你因着耶稣的诞成而快乐 只有你的生命被基督转化 你才可能快乐 所以圣诞快乐是这个意思 祝你圣诞快乐 我希望你因着耶稣的圣诞可以得到快乐 那怎么得到快乐 就是必须信耶稣了 是不是 信耶稣 所以圣诞节是一个非常好传福音的时刻 只可惜现在很多人却利用圣诞节在做坏事 有没有 圣诞大餐 吃的那个吃得这样拼到 不然的话圣诞的party 在那边喝酒啊 送啥 那我那个宾馆 有没有 motel hotel 他也在那边 哇 有圣诞节的布置 就可以带你的女朋友去 带一个小三去 你让罗门 再说一下 romantic一下 这个都不对 耶稣来是要赦免人的罪 结果人竟然利用耶稣的生日 在那边犯罪 还有百货公司会不会打折 会 在那边shopping 耶稣来叫人要舍己 跟随他 人却在耶稣的生日 在那边一直shopping 在放纵自己的私欲 所以我不晓得今天 从上帝的眼光来看 当圣诞节到的时候 人世间所做的一切 是不是都在什么 都在 屈负这个世俗 有没有哪一间教会的圣诞节 是干干净净的圣诞节 是非常 浮实的圣诞节 是单单为着基督 降临这个世界 而生命改喻 我们的生命 要重新归向基督的一种圣诞节 或者是只是带着一切 许许多多世俗的色彩 甚至更进一步 是那个罪恶的色彩 在那个地方包裹圣诞节 这是非常恐怖的 好 所以既然耶稣上帝帮 把这个托付给我们 我们就应该如此行 20 21节 一起来读 来 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 就好像神借我们 劝你们一般 我们替基督求你们 与神和好 神使那无罪的 替我们成为罪 好叫我们在他里面 成为神的义 好 所以讲义这边讲 因为有基督 复合的工作 已经完成了 所以使徒是受差遣 来宣告这个好消息 并且要求人 对这样的事实 做出回应 就是因信基督 而与上帝和好 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 就好像上帝借我们 劝你们一般 我们就替基督求你们 与上帝和好 所以呢 这个保罗这个求 展现了一种苦苦相劝的地位 并非是基督求人 而是人求人 充分表达了保罗的那种 牧者心肠 这是为你好 我爱兄弟 我爱姊妹 就是呢 我求你们与基督 透过基督与上帝和好 我求你们来信耶稣 来与上帝和好 所以呢 基督成为人 在人里面取了人的罪 所以这句话 有的时候我们不太好理解 神使那无罪的 替我们成为罪 好叫我们在他里面 成为神的义 就是基督成为人 在人的里面取了人的罪 基督为人死 使人能够在基督里 取得上帝的义 所以加尔文称这个叫做 奇妙的交换 基督成为人 在人里面取了人的罪 但是基督本身是无罪的 要清楚哦 基督是无罪的 但是他却取了人的罪 于是他就为我们死 在十字架上 为了我们的罪而死 使人能够在基督里 取得上帝的义 所以爱任牛讲了一句 很有名的话 就是上帝的儿子 成了人的儿子 使人的儿子 能成为上帝的儿子 这是非常美的一句话 所以这就是透过基督 整个生命的转换 好了 但是当一个人真的 生命有彻底转化 愿意委身基督 为基督而生 为基督而死 然后成为基督的仆人 回应基督的呼召 这样子的人会怎么样 来我们来看第六章 好 第六章我们 我们从第一节 读到第四节 那个神的用人 这里 第六章 从第一节 读到第四节 神的用人 来一杯 请 我们与神同工的 也劝你们不可 徒受他的恩典 因为他说 在越纳的时候 我一名人 在拯救的日子 我搭救了 看 现在正是越纳的时候 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 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 免得这时分被人毁谤 反倒在各样事上 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 好 来 所以前面讲 基督为着我们 而如此的牺牲 而上帝使我们 可以在基督里 取得上帝的义 而人在基督里 就可以成为新造的人 全然是因着基督的十字架 所以呢 这里他就告诉我们 我们与上帝同工的 也劝你们不可 徒受他的恩典 所以人必须去回应 他的恩典 所以呢这里 我们的讲义就说 我们与上帝同工 我们与上帝同工的 意思是 不仅是受上帝的差遣 而为上帝做工 也是与上帝一起做工 所以上帝不是 坐在椅子上 翘脚 然后叫我们往东 叫我们往西 不 他差遣我们去做工 而他也与我们同工 所以因此做基督徒 要明白 我们为主所做的一切 不是突然的 因为呢 主与我们同在 在我们成功的时候 不要太骄傲 因为主与我们同在 你骄傲 你骄傲个什么劲儿啊 对不对 主就在身边 如果不是我与你同在 你有办法有这样的成就吗 当你受苦的时候 在那边哭泣 在那边痛苦 有哭什么 我还在这里 我还没死啊 家里还有大人啊 所以家里还有大人 所以我一直强调 告诉神学院的学生 说我们的侍奉 如果是建立在 人的反应上面 我们会因着 人的称赞 而欢喜快乐 会因着 人的谩骂 或者是抱怨 而极为痛苦 对不对 那你侍奉就会有 高潮有低潮 其实没有 信耶稣 侍奉上帝 不能有高潮低潮 也就是 当我们只能 追求自己 忠诚地 完成上帝的命令 那称赞的 让他称赞吧 批评论断的 让他去论断 这个都不重要 从人而来的 都不重要 我们要看 从上帝而来的 才是 所以与上帝同工 我们不会孤单 不会寂寞 那成功的时候 不要 你要记得 把荣耀归给上帝 失败的时候 不要沮丧 因为走过死因的忧谷 上帝与我们同在 所以呢 这就是与上帝同工 所以保罗自称 我们是与上帝同工的人 因此我们劝你们 不可以屠受恩典 意思是 要有感恩的心 你要用生命 回应上帝的大恩 然后 回应的时候 已经到了 回应的时候 已经到了 来 那么保罗就引用 赛亚书 四十九章 第八节 上面说 在越纳的时候 我应允了你 在拯救的日子 我搭救了你 意思是 上帝已经 做了他当做的 你当时候呼求他 他有救你 然后呢 你那个 你那个什么 你向他 求恩典 他有应允你 对不对 所以上帝已经做了 他为我们所做的 在这个前提之下 上帝就有资格 要求我们回应他 如同十戒的前言 对不对 我们就不必看了 我是耶和华 你们的上帝 曾经用大能的手 将你们从埃及 为奴之地 救出来 接下来 所以给你们十戒 你们除了我以外 不可有别的上帝 十戒前言非常重要 不要把上帝 想成一个酷吏 他就是要求我们 做这个 做那个 好像他是一个独裁者 没有 上帝要求我们 做东做西之前 他已经告诉我们 他为我们做了一切 我们今天 可以从罪恶中 得到赦免 我们可以从 这个沉沦的中间 得到拯救 都是因为上帝 已经做了 既然我们已经领受 这个恩典 接下来 就是回应上帝 恩典的时候了 所以呢 这个地方 保罗就说 看哪 现在正是 越纳的时候 现在正是 拯救的日子 就是我们应该要回应 你们要回应上帝的爱 然而第三节 他马上用自己 怎么样 来做例子 而我们是怎么样 去回应上帝的爱的 我们凡事都不叫人 有妨碍 免得我们作为神仆人 这个职份被毁谤 反倒在各样的事上 显明自己 是上帝的用人 所以保罗说 凡事不叫人 有妨碍 意思是 他在所有的层面上 都小心谨慎 无可指责 不让人有机会 找到缝隙 去攻击他们 我觉得做基督徒 在为什么要用 那个要谨慎自首 要进行祷告 要战战兢兢 做成得救的功夫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一有空隙 魔鬼的攻击就来 那种控告就来 有没有 甚至于别人的话就讲了 凡事都可行 但不都有益处 所以我们要小心谨慎 以前是说 小心匪谍就在你身边 对不对 他会见缝插证 但是我们也要小心 现在上帝的仇敌 就在我们的身边 所以我们作为上帝的仆人 的身份是何等的神圣 不能让任何人来毁谤 但是有的时候 人真的软弱 会因此 会因为这样 因为那样 然后有的时候 在钱这件事上跌倒 有的是在信这件事上跌倒 有的是在诚实这件事上跌倒 有的是在贪婪这件事上跌倒 所以其实每一个人都很软弱 因此我们要随时随地 在依靠上帝 然后依靠上帝而活 依靠上帝而侍奉 只有常常告诉自己 我是活在上帝的眼前 这样才能够保守我们自己的心 不走向邪恶 不走向黑暗 所以他就说 凡事不让人有妨碍 我每一件事都很谨慎 然后我要显明 我要在各样事上表明自己是上帝的用人 那上帝的用人 一方面是普通人 有普通人的喜怒哀乐 另外一方面 他们也不是普通人 而是台面上的焦点 容易受到攻击 所以保罗有作为上帝仆人的荣耀感 因此也要更加谨慎 所以我们基督徒走出去 也常常成为人严重的焦点 所以去家乐福买东西的时候 也要很小心 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 也要很小心 买了菜不要叫人家 都送你一根葱 因为后面就有人看到 这不是那个什么教会的吗 怎么那么贪小便宜呢 对不对 要买菜就去超商 就去那个什么 生鲜超市买 买了之后他不会送你葱的 你也不会在那边紧张的时候 叫他都送你两颗蒜头 所以其实一点点贪小便宜的心 就会被人家看破手脚 看破卡去 所以我们真的在各方面 小心谨慎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显明 我们用在各样的事上 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 是哪些事呢 是哪些事呢 好我们就从第四节 第四节神的用人以后开始读 读到第十节 来 就如在 等一下等一下 我们要有感情的读 因为这是各种的处境 一个一个慢慢的 然后有感情的来读 所以这一段经文 基本上是整部哥林多后书 最动人的乐章就在这里 来以北纪 就如在许多的忍耐 患难 重乏 困苦 鞭打 监禁 扰乱 勤劳 警醒 不实 廉洁 知识 恒热 恩慈 圣灵的感化 无畏的爱心 真实的道理 神的大能 仁义的兵器 在主所在右 荣耀 羞辱 恶名 美名 似乎是诱惑人的 却是诚实的 似乎不为人所知 却是人所共知的 似乎要死 却是活着的 似乎受责罢 却是不治三命的 似乎忧愁 却是常常快乐的 似乎贫穷 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 似乎一无所有 却是样样都有的 成为上帝的仆人 有必要这样吗 有必要这样吗 如果你成为新造的人 接下来就有这样 然后完了之后就告诉你说 要信耶稣的请举手 我为你祷告 有谁会举手 大概没有人会举手了 所以只讲前面没讲 后面就是诈骗集团 所以我们前面讲了 后面也要讲 也就是说 一个基督徒 你不要说保罗 就是一个基督徒 在追随基督的路上 就是会遇到这些 真的就是会遇到这些 而保罗呢 他只是把他自己的经历 各方面的经历 在各样的事上 表明他是上帝的仆人 上帝仆人的记号在哪里 来 看一下我们的讲义 这边讲到忍耐 忍耐就是对应着患难 穷乏困苦 这些都是需要忍耐的处境 所以他说第一样 就是许多的忍耐 所以你不要小看忍耐 因为在爱的真谛里面 怎么样 第一句是什么 爱是很久忍耐 凡是包容 凡是相信 凡是盼望 凡是忍耐 忍耐为开始 忍耐结束 所以整个人生中间 其实都必须在忍耐 也就是说 信耶稣这条路 绝对不是一条异路 绝对不是一帆风顺的路 一定会有坎坷 一定会有许多的困苦 真的要忍耐 所以面对的患难 面对的穷乏 面对的困苦 这些都是需要忍耐的处境 所以他认为 有一个记号是忍耐 接下来是鞭打 我是小时候被鞭打过 不是因为做坏事 或考不好被老爸鞭打 但是呢 保罗是为着基督的缘故 被鞭打 但是我被打 大概都两三下而已 但是保罗一次被打 就三十九下 四十下少一下 因为四十下通常会死人 所以就是三十九下 那表示什么样 表示我还对你有一点怜悯 基本上看三十九下 又是刚才跟他倒下 人家又给你贴一位 所以那个就是鞭打 保罗自己说 他被鞭打过五次 坚禁 保罗有好几次下在监狱里面 所以呢 格力免 在他的格力免一书里面 有提到说 这本书后来没有被 没有被列入圣经的正典 不过在教会历史上 他也是这个罗马的格力免 所写下非常重要的作品 然后呢 总共有七次 他说保罗总共有七次 被下在监狼里 还有扰乱 保罗传福音的轨迹 都会造成社会的骚动 都造成社会的骚动 所以到贴撒农尼加去的时候 就说 啊那个搅乱 搅动天下的人来了 会造成天翻地覆的人来了 所以呢 有人说保罗是 那个翻天覆地的使徒 是搅动天下的使徒 所以一定 当大家都很虚伪的时候 有一个诚实的人出来 他就马上照应出 那些人的虚伪 有没有 所以这是很特别的 那在耳于我诈的环境中间 有一个人直来直往 在一个贪婪的世界中 有一个人一戒不娶 他就会对那一些 在贪婪中的人造成困扰 他就搅动了他们 当大家都作弊的时候 你诚实 马上怎么样 马上就会对其他的人造成困扰 因为呢 因为你没有跟他一起犯罪 你如果没有跟他一起犯罪 你就有可能去举发他 有没有 所以呢像我学校有一个同事 他也是一个基督徒 他本来是警官 警察 但是后来呢 他做不下去了 他就决定去出国读博士 所以他是犯罪学的专家 在我们系上 然后他有一次就跟我分享 他说哇在这种环境里面 做一个基督徒真的很难 因为当大家都收钱的时候 你要不要收 当然不收 对不对 可是他是带外勤的 所以他说 他每次带外勤的出去以后 带出去哦 然后呢 当他进办公室 每一次他进办公室 他都带着他的同事 底下的人进来 干什么 收 收自己办公室 所有的抽屉打开 什么东西通通到处 这个文件夹 也要看 为什么 因为当你不在的时候 如果有一个人 拿一个红包 里面有钱 把你放在那里 你自己不知道 然后他去举发 说我有送给谁钱 而那个钞票的号码 是几号到几号 然后最后 你当然到最后 一定会进去收 收到的话 你百口莫辩 我说 真的有这么黑暗吗 他说 他说就是黑暗 几十年前是没有露营的 三十多年前是没有露营的 没有办法 他说真的 你如果不拿 他会有各种的方式陷害你 各种的方式陷害你 这种环境他待不下去 待不下去 所以呢 如果你成为 真的成为一个基督徒 警察不能做 听到吗 对啊 所以很多东西是不能做的呢 因为那个环境太黑暗了 所以这个世界有没有整个都黑暗掉了 真的全部都黑暗掉了 还有啊 如果要不光要一直讲 我要讲到下课 知道吗 有太多的行业 但是如何能够出淤泥而不染 做一个基督徒非常重要 我们去一定会对一群人造成骚动 你是光明的人 我们信的基督在光明的世界 当我们在走进一个黑暗的环境中间 一定对黑暗的环境的人造成骚动 如果你没有对他们造成骚动 就表示你不够亮 因为他们在睡觉 你开灯了 他一定会痛苦 一定会大叫 可是如果你没有对他们造成任何的影响的话 那我们这个基督徒我们就来反省 我们是不是其实也跟他们一样 所以对他们而言 我们的存在并不会为他们带来多大的影响 如果他们这一群人 其实是活在黑暗里面的人 所以保罗说那种扰乱 还有勤劳呢 出于主动的劳苦跟殷勤 出于主动的劳苦跟殷勤 所以圣经里面也教导我们要勤劳 还有勤劳指的是为着基督的缘故 他不免不休 也就是说睡得很少 然后常常勤勤祷告 常常勤勤祷告 所以加尔文就被称为什么 就被称为一个睡得很少 吃得很少 常常让自己的头脑保持在清醒的状态中 保罗 所以加尔文被这样称为 说他是一个吃得很少 睡得很少 常常让自己的头脑保持在清醒的状态中 我们家的太太看到之后就跟我说 你看你就是吃得很多 睡得不少 常常让自己在浑浊的状态中 哎呀我应该认罪回来 吃得很多 睡得也不少 当然我们要警醒 警醒不是说都不要吃 所以他说他睡得很少 警醒祷告 不食就是饥饿 常常因为工作而错过吃饭的时间 连结 这个连结很重要 希腊文 是指像同女一般的真结 同女一般的真结 载线入 今天就载线入 就是纯洁 无畏正直 所以传道人的记号是这个 另外呢 接下来讲知识 就是指心理明白 明白这一切的来龙去脉 我还当看破红尘 你很多事情看不过 但是我已经看破了 你很多事情无法超越 我已经超越了 因为信耶稣的人 所处的生命的高度 与其他的人不一样 我站在这样子的高度上来看 这些事都不再重要了 好 那这是知识 恒忍呢 跟恩慈 就是如圣灵的果子 就是指有行动的爱心 恒忍 恩慈 恩慈其实 我们要认真说 恩慈的意思就是 对人心存善念 看人的好 不看人的败 恩慈相待 就是你用好的跟人面对面 看一个人 看人好的地方 不要去看人不好的地方 不要事先就把一个人当坏人 你要先把人当好人 如果他变坏了 我们再来说他是坏人 不要一开始就说他是坏人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看他长得像坏人 这个又变成用外貌来什么 外貌来论是非 还有他以前做过坏事 以前做过坏事 说不定他认罪悔改了 对不对 所以既然来到我们的面前 我们就对人心存善念 还有接下来 有讲到真实的道理 神的大能 真实的道理 神的大能 就是他所到之处 传扬真理 也见证上帝的大能 这个大能不一定是指神迹奇事 这个大能是使一个人的生命 可以回转归向基督 这就是在 所以我们得救 在乎神的大能 所以在乎神的大能 好 那第七节以后 就告诉我们说 他说 仁慈的兵器在左右 意为说 借着右手左手中 义的武器 但是更好的义法是说 我们右手左手 配备仁义的兵器 用这个来战胜 我们所面对的仇敌 面对的仇敌 荣耀羞辱 恶名美名 就是侍奉上帝 在某些时候被尊重 而有的时候会被看清 有的时候被称赞 有的时候被嫌弃 因为世人的眼光 跟上帝的眼光不同 价值判断也会有不同 也会有不同 有人会很喜欢你 可是也有人会讨厌你 那这个我们不可能得到所有人的喜欢 所以呢 你想得到所有人的喜欢 这是不可能的 但是有一件事是可能 我们去得上帝的喜悦 不要去在乎人的看法 所以他说 作为一个神的仆人 有荣耀的时刻 也有羞辱的时候 有人用恶名来攻击我们 有人 我们有的时候 在人面前享有美名 这样子 所以呢 人的眼光跟上帝的眼光不同 所以我们要迎合 每一个人的眼光 讨不如我们专心仰望上帝的眼光 好那所以做上帝的仆人 又有什么样的体验呢 好这个地方就讲说 似乎是诱惑人的 却是诚实的 来 所以保罗连续用七个 似乎却是 似乎却是 来解释 他作为上帝仆人的经验 前面是世人的眼光 后面就是属灵的眼光 所以呢 他在刚刚我们第一节到第二节 一直在讲 那种凭着外貌 现在不凭外貌 对不对 好那那个 我们的生命 整个改变 以前没有在基督里 我们是旧的人 在基督里称为新的人 好所以这种对应 这种对应 就像说 来前面的是属世的眼光 后面是属灵的眼光 两个是相对的 这就表明 两个完全相反的事实 来首先第一个叫做什么 似乎是诱惑人的 却是诚实的 所以呢 诚实是什么 就是他有的时候会被误会为在妖言惑众 他又在 他又在煽动人了 但是呢 他所讲的一切都是诚实的 都是真实的 不要以为我在那边危言耸听哦 那我讲的是实话哦 是不是 那有的时候是诱惑人 其实诱惑 可以从很多的角度来谈 有两个 一个是说 你信耶稣就可以得到很多好处 很多好处 很多好处 这是诱惑 是不是 还有你如果不信的话 你就会下地狱 就会沉沦 这个恐吓也算是诱惑 诱惑有这两种 一种是给你吃什么 吃那个糖果 一种是给你吃什么 那个叫做苦粿 是不是 一个是吃糖 一个是吃苦粿 好 所以这个中间就是 其实有人误会我这样误会那样 但是我讲的道是诚实的 是真实的 然后呢 接下来 似乎不为人所知 却是人所共知 没有得到属世的我生 但是上帝却完全知道 不为人知 我们在这个世上 也许不为人知 可是在上帝的国度里面 人所共知 像我在台湾 先知在本地不受重视 所以我在国外 很受重视 大家都说 这是台湾来的留情节目时 台湾仿佛圣地一样 所以我们12月 还有一次我们要停课 我又要去马六甲 今年第四次去马六甲了 新加坡人跟马来西亚人 他们好像只要要办行会 都到马六甲 所以我12月中又有一次 要到新加坡再到马六甲去 我们又要停课 对吧 所以没关系 先知在本地 不为人所知 但是在外地就人所控制 都可以听误会这个 所以说其实在外面的世界 谁离我们呢 对不对 你在外面可能你也是nobody 不过你到外面是中路啊 你在外面看起来 哪一个阿桑 但是你到外面 人家尊重你是中路 对就是这样 在外面的世界 人用世俗的眼光看我们 我们既不尊也不贵 可是在上帝的国度里面 上帝的国度里面 他看待我们的生命 我们这种属灵的生命 会得人的尊重 所以人所共知 那似乎是要死 然后呢 却是活着的 所以他就表示 保罗经常面对许多的危险 几乎要死 但是如今却活着 所以他经历过许多的惊涛骇浪 似乎是受责罚 却是不至于上命 你看看 他被关入监狱 有时候被上帝管教 但是仍然有惊无险 他被进到监狱里面 好几次 有一次呢 是那个地大震动 有没有 然后呢 哇这个监狱的门都开了 结果呢 以为 他会跑掉 这个管监狱的狱卒 以为他会跑掉 竟然没有 所以这种义举 让这个禁竹 哇深深的感动啊 你是谁啊 大家都跑掉 为什么你不跑掉啊 所以让他的内心深受感动 因为他是基督徒 后来他又下到监狱 但是呢 人家 那个长官才知道 原来他是罗马人 拜托 拜托 把他鞭打 我是罗马人 你打我 真的吗 你真的是罗马人吗 我花了很多钱 才变成罗马人呢 保罗说 我生来就是 如果是我就这样 后面去 你现在才死啊 我生来就是 哇 那个 那个是理直气壮 但是他被打的时候 他也没有说 就是罗马人 没有 被打了以后 怎么样 他才说了 其实也就是说 他怎么那么笨呢 也不能说他笨 就是说 在那种环境之下 人不分青红造反 完全不让他有任何 任何反抗的情况之下 就被鞭打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的苦难 是突如其来的苦难 但你放心好了 有惊 无险 对不对 化险为夷 在化险为夷 你才知道 上帝的恩典 何等的长阔高深 没有经历那个危险 我们哪里能够知道 上帝的恩典 是那么的大 似乎忧愁 却是快乐的 传福音的生涯 遇到的一切 总让人忧愁 但却在主里面有喜乐 在主里面有喜乐 似乎贫穷 却是富足 虽然物质上贫穷 但却使人的心灵 的富 但是我们却 传那个 使人心灵 富足的福音 所以富足 其实我作为一个牧师 我觉得最富足的时刻 就是当我看到 我传的信息 有人接受 而且欢喜快乐的接受 因着接受 而他们的生命 有所改变 这是上帝的恩典 我觉得我可以成为 上帝的器具 我能够成为上帝 话语的管道 这种富足是一个一个的生命 一个一个的改变 而这样子的一个一个丰富的生命 改变的生命 在上帝的面前 这个绝对没有办法用金钱买到 所以贫穷可能是物质的贫穷 可是富足却是心灵的富足 还有当我们真的面对物质贫穷的时候 这个谁 耶稣曾经说 虚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灵力贫穷的人有福了 天国是他们的 所以当我们感受到自己极为贫困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 上帝应许我们的是那个丰富而永恒的天国 好 似乎一无所有却样样都有 物质上有缺乏 但上帝总是及时供应 just in time 所以我们要相信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下一句 我并不至缺乏 所以一无所有却样样都有 这让我想起我老爸当年在学校做老师 如果他没有离开学校的话 我应该 他现在应该 当然了他已经去见上帝了 后来他应该是做校长领词八趴的 因为我爸爸妈妈都是老师 都是老师 而且两个人可能我妈妈跟我爸爸一个台北师范 一个台北女师 当年都是一等一的 然后如果当年他们继续做老师 一定做校长退休 两个都做校长 我脚脚垫脚就好了 不用出来抛头露面了 不是吗 对不对 可是没有啊 他们把这个工作放下来了 然后来怎么样 来穿服衣 然后我爸爸妈妈他们就加入中国学员 传道会 中国学员传道会就是自酬经费做主公 你要去找一大堆支持的人 你要找人为你奉献 为你奉献 为你奉献 那为你奉献 你加入中国学员传道会 他就有一个MG149在那里 就是有一个账户在那里 对不对 然后你要为他们奉献的经费就放进去 放进去 那这个机构每个月会给你一笔钱 这是你的生活费 可是他如果给你两万块生活费 你上面呢 你的户头里面有四万块那就OK 可是如果你只剩下一万块 他还是会给你两万块 但是他会通知你 红字一万块 那下个月再来 又给你两万块 但是他会跟你讲说 红字已经一万五了 知道吗 所以我从小就常常听到我爸爸妈妈在讲 红字 红字 我们要为红字祷告 红字 红字 人生就这样走过来 所以我的父母亲就这样跟我们讲 你们好好读书 花钱要小心谨慎 因为我们的每一 我们的生活会 每一块钱都是许多的带导同工来奉献 这些人他们在教会聚会 他们也在教会十一奉献 却另外愿意为着我的父母亲 我们这个家庭来奉献 所以当我现在做牧师做教授 我们家刘青燕在Good TV在那边做很多 今天当我们这样做 有人问我 哇 我觉得我妈妈好像 哇 你生的孩子都很优秀 都很好 其实没有 因为他们只是把他的孩子奉献给上帝 然后我妈妈就经常跟我讲这句话 似乎一无所有 却是样样都有 你们看我现在 有没有白白又胖胖 白白胖胖有没有 腰花很满满的一群 拍鼻子耍 知道吗 所以当年呢 当年我爸爸要出来的时候 所有的亲戚朋友通通反对 你们两个是小学老师 又可以帮学生补习 可以赚那么多钱 为什么 通靠派去 要去做传道人 要做传道人 也读神学院 去做牧师 可以领清水 有没有 而且是这种的传道人 结果呢 我老爸就讲一句话 因为耶稣说 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背起他的十字架 来跟从我 对不对 所以我在哪里 服侍我的人 也要在哪里 若有人服侍我就要跟从我 对不对 我在哪里服侍的人 也要在哪里 若有人服侍我 我富必尊重他 所以他那时候就宣告 好 如果我今天带着我的太太 五个小孩 来侍奉上帝 我们全家死光 证明上帝是假的 证明上帝的话是假的 是不可信的 只要我们还有人活着 就证明 这位上帝 是又真又活的 懂吗 所以我的白白又胖胖 就证明 腰花很默默 清楚海逼头刷 每一公斤 都是上帝的恩典 各位明白 这位上帝 是又真又活的上帝 是真的活 是瓦跳跳的上帝 不是死跳跳的上帝 所以一无所有 样样都有 所以保罗的人生写照 跟主耶稣写照 一模一样 就发现说 一个真正追随基督 侍奉上帝的人 就会过着一个 与基督相同的生活 然后却在中间 要显出上帝的容量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上面一切的记号 跟耶稣基督一模一样 因此当耶稣 在十字架上 被挂上去的时候 人家都说 啊他完了 可是耶稣却说 成了 属世的眼光 跟属灵的眼光 全然不同 人家说 耶稣是失败的 可是最后 却证明 他是成功的 好 所以结论 做上帝的仆人 就是专心一意 以福音为念 忠于基督 感念基督 赦罪之恩 用生命来回应 所以在基督里 我们就成为新造的人 整个生命转向 全然为主而活 所以呢 这是保罗留给我们的典范 然而 做上帝的仆人 必然要过一个受苦的生活 这写错字了 先改一下 受苦的生活 但必须以属灵的眼光 来观看自己 那你到时候 就会发现 上帝的恩典一定够用 所以上帝呼召我们 要我们去施奉他 要我们去打仗 他绝对不会给我们 让我们的枪没有子弹 但是呢 我们就只管冲锋陷阵 他的补给随时会到 因为他是又真又活的神 所以我们因着基督 与上帝和好 身上就带着基督的记号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满心感谢你的恩典 今天晚上再一次为我们预备 一个你话语丰盛的饗宴 让我们透过保罗的一种真情告白 看见他如何因着信靠你 他的整个生命改变 也深刻的体会到 主你将一个神圣的使命交付给他 也交付给我们 就是我们要劝人与上帝你和好 主啊 这是一个何等重要的托付 保罗用他的生命 来回应你的呼召 因此他经历了许多的艰难 许多的痛苦 我们在他身上 看到上帝仆人真实的旗号 我们觉得汉颜 我们觉得不好意思 因为我们每天在你面前 求的是平安 求的是顺利 求的是富足 求的是一切的顺利 愿主联名我们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再次透过保罗 来看见主 你对我们的期待 跟对我们的命令 因此求主 将保罗那种为你摆上的心 也赐给我们 让我们真的 时时刻刻告诉自己 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 必须在基督里面 领受新的命令 拥有新的价值 来过新的人生 也在人中间 彰显基督的形象 做基督的见证 当各种患难临到 求主保守我们 用属灵的眼光来看 而不是用属世的眼光来看 我们就会看见 主你的恩典够我们用 在我们一切困苦的时候 主你要安慰我们 在我们穷乏的时候 主你要补给我们 在我们软弱的时候 你要使我们刚强状态 愿主你的话 成为我们脚前的灯 成为我们路上的光 带领我们走向永生的路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